这一年吧 他可能倒了 不管错了对的吧 他是一门就倒了 耳朵听着讲过来了 这么多年了 跟着他就没享受过府 他还败家 这一年把家里钱全给办过了 到现在家还租住房屋呢 他老爱喝酒 大半夜回来 皮肩还大得不行 在外人面前从来不过面子 我真跟他过不起去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60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有请李先生 女嘉宾陈女士 58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 有请陈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是您要来的是吧 不想跟他过了 因为前几年 我们买台车 这台车是装木材的车 雕车 这个车是汽油车 然后人家也买的是这个雕车 也是汽油车 但是人家都换上柴油机器了 柴油既省钱 还有省力 很有劲 汽油车它没有劲 所以我跟他商量 咱们这车数也给换下来 换到柴油机器 是不是 我不想换这种事情 那个汽油的有味儿 有味儿的采油 味儿更大 本身我体力 我那个味儿就受不了 再说你还耽误生产 你得换一回提气 就得换多一天 我这不想换 你温不了这个味儿 伤害你的身体 那你喝酒抽烟 你不怕伤身体吗 另外你说你怕耽误生产 你想想 咱们这个雕车是用汽油 到山上就装挤车 就回来了修车 三万五次的 每天都能赔一百多块钱 所以我就说 摆这机器 咱换成柴油机器吧 我就怕打过事 他就是不停 但是我体力有味儿吗 就没换吗 另外山上车坏了 你下山去买件 中途你喝酒 我喝酒不是没打过事吗 我喝酒不见 别送上去了吗 喝酒回家晚上 你一头在这睡觉 半夜是一点多钟 山上工人打电话 说买件怎么还没上来呀 我们在这等着修车呢 如果修上车 明天就上不了班了 你说你脑子是灌水了 那我当过 也没当过事 不把件也都送上去了吗 你送上去了 是怎么送点 人家半夜给你打电话 然后我这都把你推醒了 你去送上去了 你半夜上山去送假 我在家带不带些 最羞兄弟 你这工件你还没太行酒 你上山 掉了坑里 抓你你鼻青脸肿 脸也卡祸了 牙也卡坏了 手也挫折了 事不弄事 然后 这都被耽误生产了 不耽误生产吗 你想想 你在家的时候 你回了家之后 你就上不去了 手指都折了 牙也坏了 脸也破了 大冬天的派会冻坏了 你在家一周 你没上班 在家遥控指挥 你在家遥控指挥 能和那个在场 现场指挥一样吗 工人怎么给你干活 咱们投资钱 你这个没赚利 只有盈利 陈厂长 陈厂长 咱工厂的大会 就开到这儿吧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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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李师傅 他有什么错误 也差不多了 我们也听明白了 就是 首先 先说了一下 关于这个家庭工厂的 这个经营 出现了问题 应该是把汽油车换成柴油车 对 这样您觉得能够最大的收回成本 这是其一 对吧 其二 闲咱这李师傅 在整个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 没有亲力亲为 经常去喝酒 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 耽误生产的这样的举动 对 所以您很不满意 对 还有 还有呢 他一点也不给我面子 因为我从小的朋友 在一起上学 我们都有孩子了 孩子的孩子 他这个朋友领着孩子到我家来 一直没过来过 然后这回来了之后 我们俩就是聊天聊的时间长一些 他是下班了 我下班回来 我一看你 饭也没做 我下班冬天挺冷 又冷又饿的 他回来饭也没做 菜也没炒 进屋小孩闹哄 能不生气吗 这三十多年 我跟你过日子 哪天没给你做饭 我就是有点小病的时候 我也没说耽误你吃饭呢 你进家就是吃县城的饭 就今天你就不愿意 拿了你那个臭脸 然后一点面子也不给我 你拿脸 你整个菜很咸了 因为你给我那个脸子看 我这工具的心 根本没在炒菜上 手着我朋友 摔了筷子摔了碗 你说我 我得是杀心疆 还有 他真是一个大男子书医 有一次我有病了 然后再看看躺着 看我没给他做饭 然后在门就走了 也找去喝酒了 那我知道我看你 我心里睡药呢 你在那睡药呢 我这早点喝酒去了吧 那我哪知道你有病啊 但是为啥你不问一下我呢 稍微吃你差一点 你就不愿意 后来我家小卫叔 一看我挺难受的 就去找他老爷去 他知道在哪喝酒 你说的啥 跟孩子 我还等会儿 我还没喝完呢 有 是 他还没喝完呢 然后说 吃完饭喝完酒 我再回去 没事的 这时孩子哭咧咧回去 正好有一个大夫 跟我们家附近 照碰到我小外孙 问外孙说怎么了 我老有病了 他就来了 我家有体温表 之后给我试一下 体温显示到底了 已经就是 我那时候已经昏迷状态 大夫上医院 挑了一颗 安工丸给我吃了 退了烧 但是也没完全对烧 骂死我 还是在昏迷状态 这工具 我想外孙说人家 又去找他 他还是在说什么 那不我回来了吗 那不 你还是说 后来你最后 你是喝完酒 吃完饭你回来的 你回来之后 到家了 大夫看到他之后 他就交代他 说我给他说夜了 你看着点 这还有两瓶 给他换下来 人家走了之后 他一头在那喝多了 一头在那就睡着了 那药也看不了了 你为什么喝多了 你明知了我孩子 你让我插一句行吗 可以 他为什么喝多了 不是重点 不知道老婆生病吗 不是 当时太气了不知道 不是都通知您了吗 不是通知您去了吗 小外孙 是啊 那你怎么还不回去呢 我现在跟朋友在一起 那老婆不都烧都不行了吗 你没心哪 大哥 我这个心里好喝酒 我喝完牛再回去吧 你真那么大心哪 不怕他出个什么事啊 因为如果 他的描述说 上牛花安宫的话 这就很厉害了 那是救命药啊 我没心这么严重 我没心这么严重的 那过去您是不是 一直就这样 其实他死活跟您没关系 是的 我就是来 我就是跟他顾客去了 他从来不提及我 他 你的错误还是小啊 还少啊 干工作就投十多年 你说我挣了十多万块钱 他的朋友 叫他投股 十几万块钱 到现在也找不到人了 你说十多万块钱 以前买个房子 还是那个啥 还旅旅游 村行行多少 就最近了半年 他又想跟一块儿我 整朝事 是 我又投资 以前十多年之前 公婆在我家 我伺候他 有老的 有小的 根本就出不去 我也想出去干点活 我也想为你分担一些 所以你一个朋友 开店 跟我商量 说不用你干 你就投资入股吧 分红 我说可以啊 我是把钱都投进去了 没想到这个朋友 把我坑了 走了也没告诉我们 到现在也没联系上 你这些这么有荣誉吗 投资了你啊 十号有万块钱 就没了 现在人都看不着 都找不着了 但是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第二次 老人不在了 然后呢 我也闲下来了 所以我就又找个朋友 开了个店 现在卖日用品 卖这些东西 现在也就半年多 谁家一口能吃个胖吗 是不是啊 不是你现在借着钱了吗 现在一分钱也没借着 是的 你还继续投资 是的没借着钱 我投资之后 我铺垫 我得装修 再说我还得租房钱 我这半年有点效益 盈利了点 但是这个钱 必须得先还给人家呀 你现在你就是着急了 成年应用这事给我炒 成年应用这事给我炒 炒得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也想 我不想跟你再过下去了 你不许炒 就这些年了 三多年 这么钱 现在你两码都会投 因为你房也买不了 旅游也路得不了 存在银行干啥不行啊 你这一整 你能挣出钱了吗 行 我问一句 投资这个超市 是你们夫妻俩 共同商量的吗 他没跟我商量 他整的啥 他也不跟我商量 他就自己 您家的钱谁管 他管 所以现在您心里 也不痛快 我不痛快 觉得干了一辈子 我什么都没有 三多年了 现在啥也没有 现在就是 就买菜钱都不充裕 您心里也不痛快 是吧 我也不痛快 现在人家看了 都家家过得都那么好 都那么幸福 我现在都啥样了 过得我也 我也想过个幸福生活 不是 您怎么知道 人家家过得幸福 您不幸福 这怎么比较出来的呢 我们同学 在一起有个朋友圈 人家都显明 我一看 看看人家 我给他看说 我不看 我就这样 他就这么说 所以我一想看来是 我明白 没救了 其实您心里 是不是也有气 我就有气 十多年前 你不投资失误 对 咱也买房了 是这意思吧 也买房了 也都溜达了 也都干啥了 现在整个 要是这次超市 你不一一孤行 对不对 现在整个 还没有啊 整个空空的 所以您心里 也一肚子气 我也一肚子气 您对他的气是说 你看你这个女人 败家 是这意思吧 对 把钱都给我败了 照顾家还行 照顾家 照顾老人 孩子都行 都挺好 就这一件事 她很贤惠 但是理财无方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其实说白了是 这个家庭 现在因为经济的问题 对吧 是的 投资方向的问题 扯出了三十多年来 夫妻情感当中 那点事 是这意思吧 是的 等于大哥的缺点是 大男子主义 对 不做家务 对 对您不够关心和体贴 是 是这意思吧 爱喝酒 还爱喝酒 这个您认吗 对我认 我累好喝油 一喝喝干啥 然后他还有其他的 这个坏心眼什么的吗 花花肠子什么的 有吗 没有 就除了这个 还是一心想价的 就从这一点 我现在还继续跟他过的 所以说您看 您对婚姻的要求 其实也很低 他就是一号什么 在家里相对本分 但是不知疼人 是吧 对 所以这日子过不下去啊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郭红卷 我们今天看似大姐 非常的强势 像机关枪一样的 倾诉指责 我还是能够理解他 他发烧都已经昏迷了 你还在外面喝酒 不去照顾他 这一点你还不如你的小外孙啊 他不但发烧 烧透了 同时心也凉透了 晚年两个人就是老伴 大家伴在一起 到了这一个年龄 我们人生到了这一个历程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能够看开的 我们只有知足才能满足 所以爱情对老年夫妻来说 就是相互依赖 如果你们两个人 能记住这一句话这么去做 很多的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 谢谢你 好 谢谢包红卷 来 珊娜老师 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十几年前十几万 李女士 您一点都没跟丈夫商量过这个事吗 我投进去的时候他不知道 但是我也后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 他也不算太反对 先斩后奏 我先投进去了 然后才告诉他的 是的 接下来说陈先生 您一直有心结 这心结没打开 您整个后面的日子 都感觉是在报复度日啊 您觉得值吗 我们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找到去弥补这个错误的方法 才是正确的生活的观念 对不对 对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来 许总 心结是假的吧 逃避责任才是真 我们说说 如果说 你在家庭责任这块不缺位的话 怎么可能 你的老婆投资不跟你说呢 再说了 几年前的第一次投资 不是没有跟你说 的确 是投资后说的 如果那会儿你站出来说 不行 有风险 撤回来 不至于损失那么大吧 你说了吗 你没有说撤回来 你也想 这一笔投资能赚回来 对不对 所以说当时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两个人 共同决定的事情 虽然是有先后 但是达成了一致 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卸给另一方 为什么 说得太好了 就那么帅 第二 超市投资成与败 现在还没有定论 超市是一个实体 和第一次投资是不一样的 实体是要有一定的投入周期 回报周期的 对不对 对 没有失败啊 为什么这次也要挂在你老婆头上呢 超市半年没有什么收入 是真 但是你又做了什么 你在运营上你去帮助去推广了吗 你帮助送货了吗 你帮助运营了吗 你的责任在哪里 你还千万别插手 为什么 你那个装车生意 赔了吧 因为明明汽油柴油哪个成本高 你不懂啊 好不是下山去买价 结果怎么样 凌晨一点钟 工人在山上说 价怎么还没到 你在干嘛 喝酒之后的呼呼大睡啊 如果说超市由你来做运营 如果说你们家投资由你来定的话 赔得比这惨得多呀 老婆重病如此 你居然还有心思去喝酒 请问你在这个家庭里 你有什么话语权呀 你有什么资格去说 这是你的错 请你不要这么理直气壮地 去责备他好吗 你要补偿他的太多了 就从这次帮助他一起 做好这个超市开始好不好 尽一点自己丈夫的责任 尽一点这个家庭的担当的 男人的责任好不好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附老师 说白了就是 能同甘却不能共苦嘛 一个贤惠的女人 辛劳地对待家庭 面对一个无能的丈夫 犯了一次投机的错误 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他的初衷 是要让日子过得更红火的 而一个男人宁愿喝酒 也不管自己妻子的死活 这本身是不可原谅的 其实说白了 如果这次投资是成功的 会怎么样 所以说生活当中 最恨的就是那些 可以分享胜利果实 却不可以共苦 只会落井下石的人 这种人在家庭发生一些 重大决策的时候 他们畏缩不前 不敢拿主意 但是在失败之后 却大放厥词 说这个不行 说那个无能 而自己又无力去改变 婚姻的命运 甚至没有勇于去承担 错误的能力 要知道那一次投资失败 我相信大姐本身 也是诚惶诚恐的 拿着家里的钱 最后分文无归 她心里更痛苦 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如果无能 也就算了 如果能够安慰她 告诉她 还有我 那多多少少 你还是有你自己的价值 但是你却一直来惩罚她 揪着这件事情不放 这样的男人 跟着她还有什么希望 但是大姐女 最大的问题 就像这次投机错误 是一样的 当你要做出一次 冒险的尝试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同伴 是什么样的人 就像找合伙人 是一样的 如果合伙人 是支持你的 或者是民事理的 或者是愿意 和你共担的 你是可以拿这个主意的 但如果你明明知道 你的合伙人是这样一个 不能够勇于承担 跟你共同去分担失败 只会说风凉话的人 你就不应该这样去做 你笨就笨在 没有看清楚 你同伴的面貌 你缺乏看清形势的能力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 别人家都很幸福 而我 这样我要离婚 你怎么知道 别人家就很幸福 家家都有本来念的经 你太过于片面 所以才会导致你看错那个 给你伤机的人 我支持你离开他 虽然三十多年 但是还有将来的日子 也可以把握住 自己的每一分的幸福 但你必须得擦亮眼睛才行 好吗 大姐 祝你幸福 好 谢谢陀老师 谢谢 这夫妻两口子 其实都算是弄潮耳 一种弄潮耳是站在潮头 一种弄潮耳是没弄在潮头 反而到了谷底 大概这夫妻两口子 就属于到谷底的那部分弄潮耳 我理解对吧 对 我觉得对这段情感最大的伤害 就是那次大姐生病 那是在大姐的心里 唠了个钉子 人命关天 我是觉得人命关天 是我听到那个药的药名 那是治脑梗的时候 救命药 那续命药 我就听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糊涂 我都要没命了 你还在那儿喝酒 是 所以大哥我觉得 这么多年来 其实在感情上 你是欠了债了 所以大哥你自己判断 就是你觉得 我是从此以后 我对妻子好 我们重新开始迎接未来 像曲总说的那样 我是帮她经营也好 还是照顾好她也好 还是说带着愧疚 还她一个清静的环境 你也别烦人家了 看着你就疼 你主动走开 所以你们自己去考虑 到底怎么面对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发红糖 真情六十一样 洗发 我那个往后 酒烟我替她 咱们还得继续做吧 我往后我改 你这样的话 不只说一回 多回了 这次我是说的是算术 那我也再考虑考虑 我的幸福 后半生 怎么安排 是我的做的也不对 你发烧我还喝酒 往后我都改 酒我也不喝了 也不喝酒 你这样向我道歉 不准备 下次还是这样 我还是在考虑 好 谢谢两位 来请回 请 请关门 我就看他们这个 我就在想 哎呀 跌倒了你重来嘛 但是当你六十岁的时候 当你前面二三十年 付出了很多努力 积蓄的那么点东西 突然一夜之间被 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投出的时候 你会惶恐吗 你还有勇气 在站起来面对生活吗 所以现实又很难 四位老师 其实已经从不同的角度 在帮助他们去思考 所以我们常说 这个节目 不是给人方法的 这个节目是提供 一些思考维度的 希望大家换个角度 去思考一些问题 你会发现 也许解决的方式 就会不一样 看看这对夫妻 是如何解这道 生活难题的 请开门 主动点吧 对大姐好点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图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 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保卫爱情呵护那几天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方红堂 提供的爱情保卫战 那几天呵护礼合一份 大哥 能回家好好地对大姐吗 能 真的吗 真的 大姐再给她一次机会 好不好 同舟共济吧 来 好好过日子 加油吧 请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